大家好,这两盆是罪化的法师 这两盆都叫做玫瑰法师 我们一些人可能也知道 法师他要长成一朵一朵的那种朵朵罪 需要的年份非常久 而通过人工干预的 形成一朵一朵的罪化时间就非常快 基本上一个季度过去 他就能长出一朵一朵的 比如这边这一颗 左边这种非常密 右边的也有一些 这个叫做万圣结法师 一般情况下形成自然的一朵一朵的 至少要个三年时间 有的要四年都是很常见的 我们人工干预的就非常快了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们看底下这些板 这种带最快的都是带板的 然后它上面长出来一条秘密的 它所有的叶片就是挨在一起挤在一起 我们把这些没有出现一朵一朵的这种叶片 全部给它拔掉 拔的干干净净 看看这边这一颗 这一颗就是去年度秋以后 它的叶片全部掉的差不多了 右边这里掉的比较多一些 右边它掉光了 它慢慢长出来 就是自然的这种慢慢带朵似的 左边这些还有一些叶片 这种它继续长出来的 还是像原来老样子 人工的干预方式就和这个一样了 把这种你全部给它拔掉 人为的给它弄掉 像这种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 大家家里面可能和我现在拍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带这种波浪密密麻麻的集中在一块 你把叶片全部给弄掉 现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弄 一般就是冬天或者秋季末的时候适合弄 弄完以后到了春天 它都会长出一朵一朵的 非常密集的那种朵朵醉 咱们把这些拔掉的时候 一定要拔得干净一些 如果拔得不太干净 那些叶片还残留一些 它长出来还可能会长成原来的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